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硬派90秒 今天和大家聊聊咖啡器材所採用的系統 那這個話題稍微比較複雜一點點 但其實如果大家能夠分辨這個器材是什麼系統 那個器材是什麼系統 在選購的時候你就可以選擇不同系統的器材 那它中間的風味差距就會比較大 那各位在學習不同風味的時候 就可以有更多更寬廣的角度去思考去對照 那咖啡的各項器材可以分為兩大系統 第一種是濾泡系統 另外一種是浸泡系統 那濾泡系統是什麼呢 也就是把咖啡粉當作一個過濾層 固定在器材的中間 然後逐步給水 那咖啡粉吸了水以後開始釋放出風味 那再經過持續給水 水壓力把吸進咖啡粉裡面的舊水 推擠下去 這樣循環的過程我們就稱之為濾泡 那比較經典的濾泡系統呢 當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手沖 就是最經典的濾泡系統啦 那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器材也是濾泡系統 例如說 冰滴壺其實也是一個濾泡系統 只是它是一個時間非常長的濾泡系統 那摩卡壺 意識機 其實也是濾泡系統的一種變化型 但是額外添加的壓力來源 那浸泡系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先要把大量的水放到咖啡的器材中 然後把咖啡粉均勻的散佈在水中 讓它浸泡一段時間進行萃取 那最後呢 再想辦法把咖啡粉過濾掉 就稱之為濾泡系統 那濾泡系統的器材也是非常的多 那最為大家熟識的呢 就是紅溪壺就是塞歐 沖煮的過程之中 用大量的水包覆著咖啡粉 那當然還有法式濾壓壺 也是經典的 濾泡系統 最近非常紅的冷泡壺 也是浸泡系統的冷水版本 那以上兩大系統呢 充足出來的風味的層次感 和圓潤度 基本上的相差會比較大 那你在選擇器材的時候呢 可以選擇 一個是浸泡 一個是濾泡 就可以 比較 並且好好享受 兩大系統 帶來的不同風味 那對各位的風味理解呢 是會有幫助的喔 各位在購買器材的時候 不妨從哪方向再多多思考 並且多多歸納各種器材的共通點和不同之處 好 那今天硬派90秒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請你分享 或是訂閱學校的頻道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今天就到此為止囉 謝謝大家 掰掰